始終一個是 我這三個月 吃過了60次以下 我是不信啦 真的有這麼多次嗎 有有有有 我給你看一下 幹喔 從這邊 因為一個月真的20次以下 這三個月了 外國人在台北 最愛的10家小吃店 今天我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真的我很愛的小吃店 然後我之前也常常去 然後始終一個是 我這三個月吃過了60次以下 超掛張是不是 掛張了嗎 真的是 旁邊那邊是真的很健康的 然後又好吃 所以起來就 人的想就馬上點 很好吃 再健康再好吃 也不會吃到那麼多次啦 第一間是 招班 鮮魚 蛋糰紅的我 對蛋糰超級嚴格 我吃過很多蛋糰 但是我覺得 這邊的蛋糰全台最好吃 你看這樣子 很Q的 很好吃 好吃很好吃 這個是起司蛋餅 但是外餅很Q 然後裡面的起司超級多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辣椒 感覺跟其他的不一樣 就是清爽的辣味 超好吃 很配的 然後再來是 南美乳酪吐司 這個也蠻好吃的 很好吃 好吃 因為這個吐司 是烤一點點 所以這個上面啊 有一點酥脆的 但是其實裡面蠻鬆軟的 重點是 這個土 這麼多 南美乳酪的那個醬 這個蠻好吃的 就是有一點點甜 然後又有一點酸 然後這邊的招 白鮮奶茶 蠻好喝的 我很喜歡這個 有時候 只有點這個 我覺得這樣的一套餐 完美的早餐 我之前住在這裡的附近 那個時候真的天天都點這裡的 很好吃 很好吃 很推薦的 第二間是 在西門町的天天裡 這邊的乳酪很好吃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帶我去 這邊 我很喜歡到 幾乎每天來到這裡 然後這邊有 半熟的湯 放在這邊 很好吃 很配耶 是小小的一間 每天都客滿的 但是 迴轉也蠻怪的 好 那我來吃看看 來 這次才發現 可是這個是 乳酪上面 有黑胡椒的感覺 有一點那個 黑胡椒的香氣也在 肉有一點點 然後 這個蛋 超配的 日本人一定喜歡的味道 乳酪飯上有蛋的 蠻少見的 我也好像 除了這裡之外 都沒有看過 蠻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不過它 它屬於那種味道比較重 應該經常吃的話 應該一下就膩 但是 偶爾吃一下應該真的是超棒 日本人那麼喜歡這種口味的 我覺得會喜歡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比普通的 滷肉飯會更喜歡這裡的滷肉飯 好 第三件是 牛蓋茶罐 這邊也是在西北町 然後有一個成品裡面的三樓 然後這邊也是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台灣人帶我買 我那個時候覺得 在日門一定會紅 然後後來一、兩年後 這個爆火了 但是 這個牛蓋茶 每個地方真的 味道很差很多 然後這邊是我覺得 最好喝的牛蓋茶 乾杯 乾杯 いただきます 好餓 你還笑我 文藝 後來是要跟你 情侶王美照對不對 好 太噁心了吧 但我覺得還是很好喝耶 不錯不錯 還是 第二次來的這個是 這個上面的奶蓋的鹹 還有綠茶這個部分的甜 剛剛好 超配的 然後這個奶蓋啊 特別綿密 我覺得它這邊也算蠻好喝 然後呢 你喝到後面的時候 它大概融化了之後 又可以有喝到另外一個味道 對 不一樣 如果來台北的話 一定要喝這個 第四個是 酸臉高級水餃 我以前住在酸臉的時候 我常常過去那邊吃 每一天都排隊 拍很久 來給我吃 我的天啊 嗯 要幫你忙啊 韭菜跟那個裡面的肉 剛剛好的比例的感覺 都很好吃 然後肉 有一點帶甜的感覺 但是外皮的話比較厚的 但我滿喜歡那種 外皮很Q的水餃 可是我滿喜歡這裡的 真的很好吃 它全部的用料啊 什麼的都很剛好 就是我覺得那個平衡抓得很好 非常容易耶 包括它的醬油啊 還有它的醋啊 然後那個味道 也不會太重 也不會太淡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為什麼 那個醬油跟醋 是我調的 謝謝 應該是你比較厲害是不是 好 第五件事 高貝豆花 好 第五件事 這邊 在大安森林公園那邊 附近 然後我以前 就在學校的時候 常來這邊吃 以前啊 我豆花就是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後來 來到這邊吃之後 就馬上喜歡上豆花 然後我剛剛點的是 玉米豆醬豆花 很特別吧 可是這次玉米超好吃的 然後我加點 蠻桂 還有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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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甜 然後 豆花呢 什麼可怕的 你吃吃的話 吃得很好吃 不會太甜 所以 不太會膩的 感覺 這個豆花的雞蛋 口感是 有一點不一樣 像是那個很像 豆子 一定要軟軟的腰 這個是不是 一種融化的感覺 然後我 除了這邊之外 我都沒有看過 豆漿豆花 整個都吃 我覺得它蠻喜歡的 很美味 開動 很好吃耶 我覺得 一般我們吃豆花 我覺得它其他料 可能會比較 都會有一點甜味 但是我剛剛吃的這個 它的那些料完全 不管是豆花也要 還是玉米也要 完全都不甜 它是靠豆漿本身的甜 然後把其他的味道 給帶出來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完全不會膩 然後很清爽 好 第六間 這邊是一日新木花牛奶 這邊是木板牛奶專賣店 很喜歡這裡 好喝 還是很好喝耶 清爽 但是這個是夏天比較適合 因為他們特別的地方是 冰塊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很像冰沙的那種感覺 我之前喝過很多間的木花牛奶 但是我覺得 好是這裡的木花牛奶最好喝 下次大家試試看 等一下要去 我剛剛講的 3個月吃了60次的那一家 我最近最愛的 60次的人太誇張了 誇張是沒錯 我也自己覺得很誇張 但是真的 我是不信啦 真的有那麼多次嗎 有有有有 我給你看一下 看喔 從這邊開始 因為一個月真的20次以上 這3個月了 那黃貞 我們走吧 好嗎 來 來了 這邊是專說中的 表心雞肉飯 剛剛我們排了30分鐘 這很久 每天都這樣 客人差不多的 好 現在是在台灣叫做 海南雞肉飯 這是一塊一塊 然後有配菜 還有剁腐 蛋 怎麼要去吃 我吃了那麼多菜 覺得超好吃 你每天在家 都是這個反應嗎 對 然後這邊特別點是 這個醬汁 偏甜的醬汁 這個跟那個很嫩的雞肉 加一些辣椒 超讚 很配的超好吃 這個辣椒啊 真的很爽 越多越好 然後雞肉這麼大的一塊 加一些菜 我覺得滿簡單的 所以我都選這個 因為我也不想辦 吃吃看看 好 很好吃喔 好辣喔 真的很好吃 它的醬甜甜的 然後 這跟一般的雞肉飯 滿不一樣的耶 肉很嫩的 然後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你為什麼會點60多次 它確實又辣 然後應該吃不太膩 但是60多次 我覺得60次也 還是有點太扯 還是太誇張 我的個性都問 第八家是 煎烤小肉飯堡 日本人都很喜歡小肉飯堡 所以我也蠻喜歡 然後去過很多間 我吃過的小肉飯堡 裡面真好吃的是 這裡超好吃 你看這個皮很薄 然後很重 裡面有很多隨便的感覺 我來吃看 好吃 要不要有按摩 真的好吃 裡面很多種耶 肉很好吃 然後肉很甜 然後肉汁也感覺滿甜的 然後肉汁超多 咬一口就噴出來 超多的 都是假的 真的 再吃一個 要不然很甜 你的臉太誇張了 真的最愛的小肉飯 好吃 但你咬滿意耶 這樣包真的很好吃 它的湯汁確實很多 吃下去就不包開那感覺 然後鼻葉滿高的 但是又不會沒那麼多 前三十才有 麗秋家是 八十神仙草 然後我點的是 麵仙草是 我以前呢 仙草不喜歡 因為有一點苦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點點藥的感覺 可能在日本沒有吃過吧 所以我有一點不習慣 有點不喜歡 但是我來找到這邊 就很喜歡吃鮮草 這個米的特點好吃 你看這個 感覺很好吃吧 而且這個料啊 超多的 超多的 這邊的料湯 一個一個都好吃 不過帶點 但是有一個 存在感 我覺得這裡的鮮草 口感很特別 又嫩 然後又滑順的感覺 會柔化的感覺嘛 超好吃的 我沒有吃過這種的 其他店的話 你平常會吃 仙草嗎 有 平時就很喜歡仙草 可是呢 仙草專賣店是第一次 所以我很期待 超棒耶 在我看來 你雖然說沒有那麼苦 可是在我看來是沒有那麼甜 最主要是口感超棒 就是你剛剛講的 很順滑的感覺 所以仙草我真的 我喜歡 我覺得這個才69塊 以仙草來說 說很便宜 大家一回吃 但是我覺得這邊 看起來很高級啊 要裝修 你會覺得說那種專賣店 應該會更貴一點 別說69耶 就算是169 結果我都還會再吃 最後一間是牛肉麵雞湯 意思是啊 終於耶 我之前也沒有那麼喜歡牛肉麵 因為對我來說 有一點淡的口味 跟拉麵比起來 然後找到這裡之後 對牛肉麵的印象完全改觀了 這個是很濃的口味 來吧 這跟其他牛肉麵的口味 跟其他牛肉麵不一樣 真的有一點點辣味 然後 這邊肉 超大塊的 超爽 很美味 覺得很嫩 然後這邊啊 之前是在市民大道的店 然後最近搬到這裡 還是有超多客人 我們剛剛也點了半個燙 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辣椒醬啊 還有油辣油 還有菜 我覺得更好吃了 而且這邊的麵 可以選兩種麵 就是一個是 倒燒麵跟還有細麵 還是覺得倒燒麵比較好吃 很輕 我覺得這裡牛肉麵真的最快 好 好 好